花角落宅你家 三品课解说P&Lesson 6 玻璃装罩花是询问度很高 新手入门必备的布雕花作品 我们这次来玩点不一样的布雕花 Color Lily 海域又称马蹄兰 首先一样来固定海绵底座 裁切一块直径5公分 厚度约1.5公分的海绵 再把边边修出斜面或圆弧形 铺上水草 再用U-Ping从侧边开始固定 海域的花心中央有一只花蕊 所以不适用稻钩穿刺法 花瓣质地比玫瑰硬挺 但原生的花金质地还是稍微偏软 所以也不建议用十字穿刺法 建议用22号铁丝 一只就好 穿过之后往下扳 用钳子代替手指 轻轻压一下铁丝 这样比较不会折断原生花金 穿刺的位置不要太高 以免花蕊胶带容易滑落 原生花金也不建议留太长 不然架上铁丝之后 还是会不好插花 从小路上 轻轻的尽量 开瓣 delayed 生花蕊 期待 离开 温暖 不幸 有 准备来上第一朵海玉 预设这一朵是整个作品的最高点 因此玉牌的时候务必盖上中罩 确认不会压到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朵海玉高低错落 花面朝不同角度 接着上绣球花 绣球太大树的话容易被中罩压到花瓣 切记要一边上花一边试一下是否会压到花材哦 这是兔尾草 去掉多余的叶子之后 如果觉得金太细建议还是加一段铁丝 直接平架上去缠上胶带 缠得紧就不容易松脱 如果会松脱就表示拉得不够紧哦 在两朵海玉之间的缝隙补上一只兔尾草 一样要让兔尾草长得有高有低 铁丝末端可能还需要修剪长度 因此不需要整段肠上胶带 接下来是不雕的亚麻果实 要减少一些果实之间高低落差 所以减取几段之后重新排列高低 然后直接抓一小撮羽毛草 算好高度之后修剪多余的基部 注意是剪掉基部末端 不可以剪掉羽毛草顶端毛尖哦 羽毛草和亚麻果实可以一起平架铁丝 我们需要这两种材料来做一点烟雾状 以及拉一些线条的效果 不要太大树以免被中罩挤压到哦 一共绑三树 补在两朵海域之间的空隙 顺一下羽毛 再试一下盖上中罩 最后是两朵布雕的铁线连 这个在Lesson 5已经介绍过处理方式 加上蝸牛铁丝之后 在作品正面较低的空隙 加上这两朵 一样一高一低 画面朝不同方向 最后再微调一下花材 盖上中罩就完成了哦 希望这个作品可以带给新手满满的成就感 期待下一堂课 一定要订阅频道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